这是刚刚发布的Vivo S19 Pro 其实正常这种线下机 大家知道作为参数党提不起兴趣来 但是这一代我反而觉得感知很强 与上一代S18 Pro相比了 其实它硬件上的变化并不大 而且这个超广角还阉割了 我们把这个参数打上来 但是它有三点感知很强 第一个就是它的电池从5000变成500 大了500mAh 而它的厚度还控制在7.6毫米 重量在195克含膜左右 所以我觉得它的电池的感知 和它的工业设计上做的是比较OK的 第二个就是大家知道 我一直对防水比较看重 这个IT68加69的支持 让它的日常使用的耐用性会得到增强 第三个就是这个长焦相比上代 换成了5000万的RNX816 那这样它就可以实现两倍的情况下 你再放大一下 那就变成4倍的像素无损 而且这个两倍的镜头还支持光学防抖 所以这个电池包括这个山防 还有这个人像长焦 我觉得是感知比较强的硬件升级 除此之外呢就是系统和软件方面了 上一代是影棚级人像 那这一代是3D影棚级人像 这个区别有多大呢 我觉得感知倒霉它前几点那么强 除此之外呢还有AI消除和语音修图 当然这个AI消除别人家都有 但跟语音修图呢还会有一点区别 其实作为用户来说是希望线下机 它的配置能更良心一点 那从这台Vivo S19 Pro来看了 它的综合的硬件 我觉得作为一台限价器来说是比较良好的 如果说它的长焦用上OV64B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产品力会更强 就看谁家先去吃这个螃蟹了 性能方面实测安徒兔跑分161万5 10万24度原神虚密城跑图是59帧 5.3瓦的功耗 它的最高温度是在正面43.5度 价格上了Vivo的S数字系列了 前两代的价格基本都没变 那么这一代了大概率价格也不会变 或者说现在竞争很纪念 可能稍微降个100 整体上了这一代Vivo S19 Pro 我觉得作为线下机是合格的 而且工业设计做的也比较好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一点滑你滑气的 所以线下销量应该还会不错 好 以上就是本期Vivo S19 Pro的 一个首发上手体验了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请点赞求关注 你还可以评论和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